前桃園市長鄭文燦恐怕沒有料到 11號遭收押過後 從此失去自由外 週六一早稀飯開啟他入獄第二天的第一餐 這次入獄不論是吃喝還是育友 都和普通人一樣 也只能在規定時間律見 而這回鄭文燦確定要被關押兩個月 關鍵就在於檢方提出的新市證 鄭燦被擠壓後的第二個早上 因為遇上週六是沒有開放接見 但是現在也被掌握新市證 前方發現鄭文燦走在第一波搜索後的六天 也就是6月9號 他就把他的Line給整個刪除 因此交出的是新手機 就是因為從訊息顯示鄭文燦離開聊天 和一般退群顯示某某某退出群組不同 明顯是一鍵刪除對話框 再加上7月5號當天鄭文燦被約談時 主動交出手機 還原過後發現他透過Line傳訊息給實行秘書 訊息內容和答辯方向一致 由此可知 他在應訊前就已經知道檢方的偵辦內容 還將答辯方向給秘書明顯有串政疑慮 法官更在裁定書指出捲入的華雅必案利益 不可能只有五百萬元 尤其鄭文燦還不認罪 更宣稱完全不知道有五百萬在關底 也根本沒有去翻過那袋黑色替代 在半年過後 緣分不動親自把五百萬元退還給白手套 法官直指這樣的說法 根本不符合常理因此遭到駁回 如今涉嫌滅政卻還是通通被復原 恐怕親好的黃金律師談 得要好好再重新想想 下回鄭文燦遭提訓時該如何答辯 畢竟檢方可是做好萬全準備要一一擊破 豆森新聞桃園報導